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压抑自己 发泄出来 哭出来 哭出来 哭出来就好了 自从我媳妇跟我提出离婚 我一直想哭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哭不出来 特别难受 堵住了 比吃了一只死苍蝇还难受 这例子取得有点恶心 从中意的角度讲 这个但凡遇到事 就要大哭大闹大笑 发泄出来 发泄出来就好了 否则就会欲竭于心 欲竭于心就不好了 那就跟那个马桶堵了 马桶堵了他能好受吗 这好像也挺恶心的 说半天了你回我一句啊 你跟翟之卫是 米其林都吃俩来回了 我这下飞机还悠言未尽呢 我这扛不住啊 还这么冷 怎么了咱们 怎么了咱们 嘿嘿嘿 怎么了 等会儿 你怎么了 你发烧了 这怎么办啊 我记得给我了 好了 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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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哪 你啊 一二七 我不要 我帮你 好了 就得我开车了 我这是就要在 匈牙里开车了吗 这可是我第一次 在国外开车啊 我的国外驾驶手续 就要开始了吗 这车 没什么特别的 没什么不一样 Easy very easy so easy 我打糕了 快挡 好 走了啊 走了 走 别着急啊 估计很快就到几天了 这话好像一个小时以前就说过了吧 但是这也不能怪我呀 这外国路长都一个样 而且路名我也不认识 还有这导航 好像知道我们是外国人似的 就带着我在这儿兜圈观光 我想明白了 我想明白了 你这病啊估计就是绝途不符 加上吹风 受了点不该受的刺激 一会儿如果要电 买点药吃了就好了 你想要唠叨是不是 我媳妇儿啊 现在是我前妻 她以前就特别讨厌我一开车就画秘密毛病 但我为什么会画秘密 因为我紧张 我为什么会紧张呢 因为我意识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所以 出门前我估计在这儿可能会开车 所以呢 我就去办了个国际假账 但是 但是我把它拉夹了 所以 最好没遇到警察 D-00 D-00 警察警察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也不理我呀 车里这么安静 我都越安静 我都越紧 听点妙解克吧 这声音也太大了 这家还不上 好急啊 什么什么来呀 游到这门头 哈喽 通过了啊 啊 啊 OK OK Hurry up 是不是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为人民总统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总统 伤我腿了回去 还发着烧呢 没出车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行 我走不动了 对不起啊 我不得不承认 咱们迷路了 这天怎么还下雨了 坐坐坐 别动 别动 安静欢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我去想想办法 叫人来帮我们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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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动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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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有带国际驾照 你还敢开车啊 你这样子跟无照驾驶有什么分别 对我都不负责任 别走 闭上你乌鸦嘴 不是没万一吗 你不是从自己酒店床上醒来的吗 你在做什么呀 药 什么药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来喽来喽 药来了 这什么药啊 这是酸辣汤啊 对啊 这是我们丁氏祖传的 治感冒的偏方 一晚下肚保证你发痕 暖身暖胃 我媳妇这么多年感冒 都没去过医院 就靠她了 她可信我了 可是我不信你 那是国内 这也是匈牙利 你去哪里找到 酸辣汤的材料 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匈牙利这地我可熟了 别说酸辣汤了 麻辣汤我都给你弄出来 我不喝 我要吃药 没有吃药我要去看医生 哎 这吃药三分毒 我就是为你身体着想了 才怪 电视剑你是不想花钱吧 不是 都做好了 你起码喝一口 不好使你再去医院也来得及啊 给个面子 看在我一晚上 依不解采照顾你的份上 还想脱我衣服啊 还想脱我衣服啊 说什么呢 这 这不是为了让你快点好吗 你快快快快 不喝了 你刚刚说就喝一口 你挺大个人的 怎么跟孩子似的 年轻任性啊 你这是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 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喝不喝 我爸爸之前走的时候 给我做过一碗酸辣汤 那个时候我很小 我爸做的那碗酸辣汤 特别酸 特别辣 从此以后 我就再也没喝过酸辣汤了 后来我男朋友出国离开我 那天我一个人跑去餐馆 我坐在那服务员说 你要点什么呢 我就说给我来碗酸辣汤 他说我们有小号 中号 大号 我就说你给我来个最大碗的 那碗酸辣汤 特别酸 特别辣 我喝了一整个晚上 从此以后 我就跟我自己说 这辈子我再也不要喝酸辣汤 因为酸辣汤 给我很多很不好的回忆 sorry啊 你都好以我心灵了啊 不喝酸辣汤的 先帮我拿着 先帮我拿着 嗯 嗯 你这个酸辣汤怎么能加糖呢 你加了糖就不叫酸辣汤了 这个能喝吗这个 怎不能喝 既不酸也不辣 保证喝你口味 来 要喝你自己先喝 我喝就不好 哇 太好喝了 试试看 喝了 妈呀 什么鬼啊 我也没想到酸辣汤里放糖这么难喝 我刚才差点吐出来 那你还骗我喝 怎么样 改变你的记忆了吧 什么呀 我这么做呢 就可以修改你的记忆 以后你再喝点酸辣汤 就再也不是 爸爸在哪儿盘酸辣汤 也不是男朋友在哪儿盘酸辣汤 还是我盯人间在这儿盘酸辣汤 嗯 什么混乱逻辑 都听不懂 好吧 我喝吧 看在你这么辛苦 照顾我的份上 这么难喝我就把它当药喝啊 好 你怎么就顶起来 完全顶起来了 好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一 收拾箱子 选择一个就近的航班 打道回府 承认自己失败 本着失败这事我经常经历 我可以跟你分享两个不要脸 和死撑着的经验 第二呢 第二呢 喝了这碗汤 洗个热水澡 换一身漂亮的衣服 然后呢 安清花小姐 在你昏睡这段时间 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据我打听所知 你也知道八卦这事我擅长 依莎贝拉小姐和刘在和先生 将在匈牙利著名小镇哥德勒 举办他们温馨而浪漫的婚礼 好棒棒啊 说底我不知道的好不好 举行完婚礼 依莎贝拉会把她持有的 百分之十五真品辉的母份 转赠给刘在和先生 你再继续说下去 我就觉得不好玩了 现在是匈牙利时间十点五十 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二十四个小时 那就是没有新鲜的喽 低机票我要回国了 拿情况 你爸走的时候你还小 只能喝口酸辣汤 然后哭一鼻子 你男朋友走的时候 你长大了但是不够成熟 只能找个小饭馆 点个酸辣汤 喝一口然后再哭一鼻子 但是你现在不能这么干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你有我在 我们就这么去哥德勒啊 什么行程计划都没有 饭店定了吗 车子呢 安清欢小姐 我再重申一次 昨天在你因为 失恋崩溃昏睡发烧 并且在梦中喊了七次留在和名字 这段时间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已经订了哥德勒最豪华的酒店 一百八十度无敌景观 三餐高级套餐 还有华石SPA和顶级精油按摩 这次我们不仅要拿回那百分之十五的股权 而且还要好好享受一次匈牙利的深度游 谢谢 丁姐你这个人实在是哦 太简单了 事情没有这么容易的 第一个我们没有资金 第二个 我刚刚被那个持股人无情地甩了 还羞辱了 你有什么自信 我们可以拿到那百分之十五的股权啊 安清欢小姐 我们丁家有句祖训 屡试不爽 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些年我找工作娶媳妇混世界全靠她了 你要听吗 赶快说我很想听 我们丁家的祖训就是 世上无难事 全凭一张后脸迷 走吧 不带押韵是吧 走了 走了 上车吧 你这又带我坐公交车去哥德勒 会不会太空门了 什么公交车 这是大巴 在匈牙利旅行 大巴是最好的选择 别搞得跟七线城市小白脸去的 坐大巴就露了 要享受田园卖生了 卖生我懂吗 就是要 速度很慢的是 慢生活 慢生活是这样解释的吗 哎呀 你这信我呢 赶紧上车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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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чеком モル 走 快走 呼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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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她是这条路线的导游 叫莉莉 那个她沿途呢 会跟我们讲一些小镇的特色 还会讲一些历史的小胡适 和匈牙利的神话 收费非常的合理 一个人只要一千块佛林 什么玩意儿啊 就就就随便讲那么两句 就要给她一千块佛林 一千块佛林 那那点是二十五块钱人民币呢 不给 今天就不给 不给不合适吧 大家都给了 我困了 我睡觉不行啊 继续游戏 我们要去一瓶酒店 那是当时的玩意儿开始 我不管了 我要拼了 我自己付我那个钱可以了吧 哎呀 你怎么那么爱刷存在感呢 别冲动 乖 乖 别生气 生什么气啊 那人不就讲点小神话小故事什么的 这事我也行啊 刚才在你睡觉的时候 我在手机上下了一个应用程序 就专门是讲这条路线的旅游攻略 我全程中文服务 我给你赌过还不行吗 而且一分钱不花 我是不是很厉害 丁 丁 丁 我真是佩服你 你是抠门王啊 抠门王 这个称为好啊 这好像是在夸我和过日子 抠门王 抠门王不错 你看啊 这是走这儿了吗 你看啊 刚刚路过那个小镇啊 就是那个房顶 全是红艳苏的小镇 是匈匈匈牙里 特别有名的一个小镇 叫 单词 我不知道怎么发音 反正特别有名 好像说那个 基督山伯爵还来过呢 基督山夺爵是法国人 是吗 反正外国人长得差不多 总之这地儿就特别有名 今天我跟你讲这么多 有没有觉得知识的力量 特别无趣 你戴着罩干什么呀 不是你要听故事的吗 我准备一百多个呢 来来来来 你专心点 你摘下来 你要不听不见了 你摘下来来来来 我准备了一百多个故事 你摘下来 我准备了一百多个小镇 有名的替你 这一部分 常见 no 叶尔尖 这里是匈牙利著名的小镇哥德勒吗 我 我得问问 没准西西公主的行宫近在咫尺 那你告诉我西西公主行宫在哪里 马上问 马上问啊 那会儿这 你好 早上 那个 警察 警察 是 西西 漂亮 准备 准备 哦 这叫什么名字 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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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对 你知道的地方 近域 西西 城 和葛德勒 其他地方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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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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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那个 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但是也有一个坏消息 你先听哪个 坏的 我劝你还是先听好 坏的 我要先听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我们那个车 做过了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是多少 一点点是一百多公里 什么